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五月十四號 星期二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牙 國民黨挺許巧心 挺到都沒有是非了嗎 本來是綠營跟資深媒體 在吐槽說 你們現在要挺許巧心泄密 不然這樣你們就一人泄露一份祕劍 沒想到來 真的有人這樣提議 是前國民黨立委 也是前台北市的副市長李永平 他就說 我們要求國民黨的立委 把自己認為不應該加密的密件 全部你都拿出來公開 讓許巧心這個泄密案 就會變成一個通案 立法委員公然挑戰國家的法律 還有要帶頭造反到這個程度 所以葉原資要上車嗎 陳玉珍要上車嗎 江啟臣要上車嗎 有誰敢上車 還有是被許巧心提告跟騷法的這個 它是一個粉專的版主叫做 台北松信資深綠枝 那他說他其實五月十號晚上 就是路過許巧心家的樓下 他也沒拍照 也沒打卡 但是警察看到他 就是說要求要檢查他的手機 手機裡面也沒有發現 有任何拍照的事實 那警察要求說 不然你要留下個資 所以問題來了 警察他沒有搜索票 可以這樣子 我說要看你什麼 看你什麼 我還可以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嗎 許巧心濫訴 然後警察濫權 立委官威真的這麼大嗎 再來我們來看的是 金華城跟北市科 這幾個案子 那柯文哲跟前副市長 彭震生雙雙都被列被告 柯文哲一路 他過去常常在解釋 但是因為他昨天又開了一個 比較清楚的說明 那過去的解釋 常常說 你就公開錄影錄音就好啦 連替自己辯駁 都這樣蒼白無力 那昨天他選擇是 民眾黨的YT頻道來說明 但是議員說 聽那12分鐘 怎麼只聽到在罵人 柯文哲的前幕僚 也紛紛的陸續有爆料 柯文哲私下的行程 曾經使用簽公文的時間 跟財團去見面 還要支開幕僚跟隨戶 面對質疑 柯文哲說什麼 拿出證據 連政公約 他自己頂的 要求說登陸跟誰見面 行程都要攤在陽光下 可是現在被揭穿之後 不就是打臉自己了嗎 柯文哲他跟財團之間 是不是藏著什麼樣的魔鬼交易 稍後我們進一步來解析 先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作家庫林 各位好 大家好 歡迎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一川 大家好 左手邊先來介紹 資深媒體陳東好 大家好 也是資深媒體林玉慧 各位好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大家好 稍後有律師皇帝 以及實事範園員柯玉安 還有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林彥鳳 都會加入討論 川哥跟你請教 因為昨天我們不是看到 那個巧心拿著乖乖筒嗎 然後呢 這個戰鬥人 拜幾拜在那裡跟他說我們來聽徐巧心 在這個內容當中 當然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憲策 比方說邵邵康他的憲策就是說 好啊 那我們就要推翻國家機密保護法 我們來修緩 那另外呢 是這個李永平 他的建議是說 呂家愷不太夠 這個我補充了 呂家愷應該是要給黨紀處分 就已經講到這麼嚴重了 那川哥你眼睛比較來 你又注意到有另外一個出來挺 他戰鬥籃的成員還不是立委 可是呢 他竟然說要淡洗外交部 對這個戰鬥籃昨天出來 這個挺徐巧心 上次戰鬥籃出來挺的人 叫做馬文君 馬文君那一場三十幾個 立委中庭下去 那就是人員好 徐巧心這場立委差不多十個 還有兩個三個 叉回新北市議員 其中有兩個 還在呂家愷的選區 他們當來競爭 這是你的心 就是那個卓冠廷土塑山營雙菇 包括林津姐 林津姐 長出來說得很大聲 我請問大家 國家機密保護法 如果還沒修法 可以把那個東西拿出來 當然也不行 這棟長出來挺 徐巧心的 你可以做一件事 每一個人都公佈一張 國家機密保護法 這個密件好了 這樣才有收聽 徐巧心就拿一張刀 你也拿一張刀 大家收聽 要過大家一起過 要過大家一起過 對 你就是要試大家這會試 可是你這一套論點 李永平跟他 他覺得很棒 你這個提議太讚了 第二個 趙少康說要修掉 國家機密保護法 這真的是天佑台灣 趙少康沒做我們的副總統 那是1月13期 趙少康做到副總統 他把國家機密保護法 把視為無誤 全部的機密都拿出來 第三個是建議徐巧心這樣 既然這麼多立委停你了 你現在公開宣布 只要行政院各部會 寄機密文件給你 來一張公佈一張 來一張公佈一張 因為他自己在認定這個不是機密 他現在正式公佈了這一張 他認為不是機密 既然如此 你就直接說行政院 來一張我公佈一張 來一張我公佈一張 這樣就好 因為你可以自己決定 這是不是機密 那你說這個李永平說什麼 這裡有什麼 李佳凱他們這裡要 要開除黨籍 這很多我說 這已經是文治癒 這叫做 白色恐怖 藍色恐怖 每一個政黨裡面 防腐自衛 大家不跟這個系統出身的 有時候也彼此公佈 彼此公來公去 這個都很正常 李佳凱 當然他也挺好友誼 許小欣是挺另外一個 所以他們當然在競爭的時候 許小欣也說過李佳凱的話 李佳凱也說過許小欣 因為他們支持的人不一樣 因為他們心裡挺的總統候選 一開始 當然要不決定的時候 大家挺的人是不一樣 所以是那個時候 你們兩個就頂打氣 還是怎麼樣我們不知道 不過李佳凱的這種說法 會讓大家感覺說 你是活在什麼年代 難道這個時代 黨內也不能有個別有意見 那許小欣不管你做對做錯 全部人都要挺下去嗎 也沒有這樣 那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去一點點的那樣 我記得例如說萬美齡 我們特洋的萬美齡 去一點點 萬美齡要不要開除 我們假批要圖選舉 沒聽自己人 路面走 我們特洋的路面走 也沒有採定許小欣 這個要不要開除 你說有出來沒許小欣要開除 沒有出來挺的 所以國民黨東來這種文化 其實是蠻奇怪 不過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那一天有出來挺許小欣的 搞不好 趙少康一聲令下 每個人都拿一張出來 一人拿一張出來 沒在怕 要過台中會過 要過台中會過 大家趕就會 如果要用處罰 就要去用處罰 這樣可能才能夠達到效果 因為剛剛講黨紀處分 還沒有到說要開除吧 只是要黨紀處分 這樣沒說平安 李正浩他當時是做什麼事 他不是說韓國瑜的嗎 起碼那個是總統level的 現在許小欣是什麼level 許小欣這個level 就已經到要這個黨紀處分了 不會太過分 我請教庫林大哥 這個 不好意思 國家公園生態解釋 講師做個解說 大家都講那個許小欣的蜜歡 我後來發覺蜜歡 不是最適合他的 比較適合的是這一種 動物叫做狼豬 你看光這個狼對不對 跟這個戰狼 這個非常的合適 那這個狼豬他很懶惰 所以他是不解枉的 就跟正當事不做 就好像許小欣 不好好問證 不好好服務選民一樣 那這個狼豬 他雖然不是很大字 可是他會張牙五爪 看起來很兇 很嚇人的樣子 就跟許小欣一樣 看起來很嚇人 但是他身上 他怎麼保護自己 他身上有很多毛 很多很堅硬的鋼毛 不是鋼門 鋼毛 鋼牆的鋼 這個鋼毛 它的尾端是魚叉形狀的 所以你碰到它 就會被它刺到 你碰到它就被它刺到這樣子 而且最好玩的是 它因為很沒有安全感 跟許小欣一樣 所以它稍微感覺到什麼 它的鋼毛會射出去 對 會發射 但是它射不遠 所以也射不到什麼 所以每次射都漏空 不太準就對了 跟許小欣一樣 每次亂射都漏空 那真正碰到厲害的 而且它 它是那個 雞不折食 人家說吃荤的 吃素的 它是投機主義者 有什麼吃什麼 所以它連比它大的動物 蜥蜴什麼 它都敢去咬它 那它是有毒牙的 但是它這個毒牙 咬下去之後可惜 因為它的毒液不夠 所以通常也沒辦法咬死對方 反而讓對方覺得 被它咬得不舒服 一口就把它吃掉 所以我們現在就不知道說 這隻狼豬 是會被檢察官吃掉 還是會被溫朗東吃掉 還是會被無良公關 要告他誤告罪吃掉 那你提醒我 溫朗東呢 人家今天怎麼沒來 他不是說 跟呂家鎧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補充一下 溫朗東是因為 出庭 他是不是 給許小欣有誤告 所以他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有一個挺要出 所以今天沒來 但是很多人太誇大了 就是說什麼國民黨 全部上了什麼失智列車 其實國民黨 或者說戰鬥欄 沒有真的挺許小欣 沒有真的挺許小欣 大家看一下 這是當年戰鬥欄 趙少康第一次 全部出來選立委的時候 57個 57個 這沒什麼就那麼多 27個 27個 到沒有幾個 7個 7個而已 另外3個是冒充的 3個是議員 張詩剛還有你講 新北的那兩位議員 所以只有7個 戰鬥欄從57個出去選舉 到27個 馬文君還有27個停 到許小欣的時候 只有7個人停他 所以不要以為 國民黨也不是傻瓜 對不對 這個腦筋清醒了很多 尤其像李明健這種最厲害 每次出來 每次都有幫他講話 但是也沒有惹到我們生氣 然後 也 也沒有惹到許小欣生氣 我覺得這種 大家要好好跟他學習 問題就在於說 現在 這個阿川是壞心 他故意叫說 你們都出來一個 哪一張密件 害他們全部要被告這樣 可是我沒有想到 這個李永平也那麼壞心 阿川壞心是應該的 因為你們是不同國的 把你們弄下來之後 我又可以上去 李永平怎麼也這麼壞 然後我就去查 李永平現在不是立委 他現在什麼職務 你知道嗎 新北市盧州國民運動中心主任 敢命的 沒有 醜優醜到這個地步 真的 不會 不是吧 真的 這會有的太小了吧 沒有錯 那小 那是委屈他啦 那是薪水的 或是薏子的而已 然後他才要來害這些人 你們真的是 而且你這樣子 你這樣就要黨紀處分 那我講最簡單 黨紀處分一例一樣處分 你今天李家凱罵徐小欣 有徐小欣罵傅昆琴那麼嚴重嗎 有說他是病毒嗎 沒有 對啊 所以要開除 要黨紀處分先處分徐小欣 然後所以李永平是壞 趙少康是蠢 趙少康說 把他國家機密保護法修掉 人家外交部告的 也不是國家機密法 對啊 人家那個是三年以下的 你去修什麼 怎麼會有一個人說 而且剛剛講阿川說的 好理家就沒辦法算 居然會有人要修 國家機密保護法 就國家不要機密了 不要保護了 這個你說他不是外國協力者 是這樣講嗎 還是講中國同路人 就是 那我還真的奇怪了 在地協力者 我覺得如果需要 要把事情無限擴大到這樣 連把中國都拉進來的話 那真的後果不堪設想 明賢哥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建議 那一人一封密件的部分 你有贊成嗎 他們一人一封密件 就有那麼多密件 密件你要鹹那十五點買 怎麼給這個沙傳的密件 你還來啊 沒有啦 這哪有密件 我覺得第一個 我先說 紀川的在擲第一頭什麼的 呂佳凱和徐曉星當初選 總統的時停不一樣 我們總統只提名給他 所以你不要擲第一頭 紀川這樣擲 紀川的論點就成立 沒有啦 不能說停不一樣 不過大家去想看看 那當時那徐曉星 有去主持柯文哲的 我可以嗎 你不要擲第一頭 你說 曉星你停柯文哲 你不要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講過頭了 他的確那時候有一個爭議 就是說大家覺得 你怎麼去幫柯文哲主持 你說國民黨正式提名 侯友宜他還站出來 我支持柯文哲 我說我不會提名 進行他們兩個看不一樣 紀川你要這麼說 我也支持紀川去選新北 紀川對蘇川 一個是宜伊德川 一個是李四川 這樣你會贏 我現在知道他的 我現在知道他的招數了 不是啦 他完全不談許小青 他這樣就沒事 他現在要講 還有苦林老師 我覺得也造口業造太多了 你也講什麼狼珠 什麼鋼門太硬會射出來 鋼毛 鋼毛 我覺得不好 一個這麼嚴肅的節目 你講什麼鋼毛 我覺得這造口業 鋼毛是學復名詞 回到原點 鋼是鋼強的鋼 好 小青那個公文 到底是不是國家機密 或公務機密 有沒有泄密之語 我覺得這可以討論 未來進入司法 到底怎麼樣 小青也說他直球對決 他願意出庭 他願意去辯論 所以現在外交部 如果是用刑法來告的話 那就公務機密 所以就當庭再去討論 這是可以討論的 公務 現在討論 還有苦林老師說什麼狼珠 我覺得有點歪樓 那你是不是戰鬥男 你是不是戰鬥男 我之前是 之前是現在 你現在退出了 你現在自由求援 心中當然一定要持續戰鬥 還有一個 我們這樣 第一個我覺得 來上 我小心打電話給你了 沒有啦 公務 就是說來上貴節目的時候 我過去也常常被檢舉 我也送過考紀會 所以有時候 你說有沒有 我們要好好呵護愛惜你 我畢竟上 上了比較快 我上了比較久 我也常常有時候被檢舉 上考紀會 所以是讓家凱有沒有說 講過頭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說 開除到黨籍 我覺得有時候 也是要練一下 那是 第一個 巧慶這個分幾個層次 第一個 法律層面的 到底有沒有洩密 司法來處理 你最近在檢討說 像苦林老師都在照口夜 說到狼珠 我覺得有點歪樓了 他說他自己蜜歡 就不歪樓嗎 他講蜜歡跟狼珠不一樣 蜜歡跟狼珠都是動物 你剛剛在講說什麼 都是令人討厭的動物 什麼鋼文太異 我覺得那個就不好 你說那個講他歪樓 第二個 司察媽我覺得他也歪樓 還動員人家518去他家那個 他那個通過了 通過了 可以去拍片 路前准了 我看他吃飽太多了 這個也沒有加分 我覺得這個也是歪樓 你如果真的討論到公文 有沒有洩密 可以 那是法律的問題 說黨內要不要挺 巧慶畢竟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立委 本來不支持他 那大家站起來 你說這樣挺他 就是變成失事 你講到現在還沒有 你講到現在還沒有回答 貴雅的問題 貴雅是問你說 知不支持立委 把密件都拿出來 至少每個人有一件 這一件每個人都有 徐曉筠這一件 每個人都有 還每個人有一件 其實有幾個 不同的做法 當然就是說 過去如果假設 他定義的國家機密 你要用 質詢的方式 要不要秀出來 我覺得 就是說有不同的方式 譬如說質詢 我可以質詢外交部長 你這個是不是有 土地國內廠商之嫌疑 質詢的時候可以 如果開記者會 過去確實比較少見 可是像江啟臣也認為 如果你外交部在公務機密 訂定的時候過於寬鬆 是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這件事 你不能叫我做公的背 我覺得是法院到時候來勝利 都這樣說 李明賢真的收到任何行政機關 我們不要說國家安全的 行政機關 寄一個密件給他 機密文件給他 不可能拿出來 李明賢絕對不會拿出來 那個是犯法的事情 李明賢也不會吃八千元 我過去做記者的時候 看過機密文件 你看過我寫的時候 不會全部寫出來 你也不會拿來做附件 不可能 沒有啦 我有三個 我叫他出什麼公報 為什麼是你拿到就他公布 變共犯了 你罵釋法律無誤的是國民黨 沒有啦 你不能說釋法律無誤 李永平有他的看法 有他的見解 那他的見解是全部錯誤的 他說的是比較極端的講法 哪有一個拿到就公布 就是巧心的事情 分幾個不同層次的處理 你對李永平來講 他認為說外交部要求 外交部要點 所以他講的是一個 比較極端的一個講法 不見得是一定會這麼做 而且要不要修國家機密保護法 當然 那也不是黨團的意見 黨團也沒有說公司說要去修 所以沒有 所以你看 你們又來了 就是又變成又是多頭馬車了 還有一個人出來 要就是說給自己一個舞台 多頭馬車 民黨內部也是有多元的聲音 你說大家都只有一種聲音嗎 也不是啦 這個其實因為今天要訂 律師在這個現場 外交部去告許巧心的 是用刑法第132條 這個已經念過很多次 我也不再多念 是刑法132條 不是國家機密保護法 所以我要在這邊跟台北市的前副市長李永平講 那你要搞清楚啊 你現在要出來要來罵人 要來罵呂家愷 或來罵我們任何人之前 你要先搞清楚 許巧心被告的是觸犯什麼法條 你不能夠連這個東西都搞錯 那你出來罵人 那跟坡富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我要告訴李永平女士的 然後剛才講說 家愷跟許巧心過去 有沒有誠如我們逸川所說的 那個當時在國民黨的時候 支持不一樣的人 我馬上盡責的 幫大家把這個過去的照片找出來了 這張照片是什麼時候 2023年的4月19號 你看我們那個時候 祕歡巧心啊 多開心的跟誰啊 跟柯阿伯一起吃早餐 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藍牌一定要合馬 幹嘛還要去推一個 幹嘛要去推一個什麼 當時許曉金怎麼講的 侯友宜沒有大破大力的決心啊 說他不會贏 誰要跟那種團結在一起 誰要跟那種人團結在一起 這個是什麼時候 2023年5月17 來看4月份的時候 這麼開心跟柯文哲一起吃飯 5月份的時候 誰要跟這個沒有影響 就只會輸的 侯友宜站在一起 那當時呂家凱的身份是什麼 是國民黨的發言人 是侯友宜的子弟兵 所以那個時候呂家凱不得已就站出來說 欸 小心啊 拜託啊 我們大家都是國民黨的同志啊 我們以後互相互相啊 不是相處會對喔 這個擴充聯想 這個擴充聯想 我再補一張照片 你剛剛有一個是4月19號 是是是 來來來 我們一起放著 你知道 國民黨的立委初選是幾號到幾號你知道嗎 4月16到4月18號 那這不就4月19 就是剛剛好嗎 那你現在看到這張照片是什麼時候拍的 4月12號 4月12號 嗯 呂家凱正在這邊 對 巧欣嘛 嗯 然後這邊是新北嘛 顏之有當選對不對 廖先強也有當選 好 那呂家凱從頭到尾沒有選舉 沒有 他沒有要選立委 他是幫侯友宜 那為什麼4月12號要 要站街頭 新北的年輕的議員們 因為巧欣要跟費洪泰爭舉國民黨出選 對啊 我為什麼要秀這張照片 呂家凱有欠徐小欣嗎 沒有啊 為什麼我要找 拜託製作單位找這張 是徐小欣欠呂家凱好不好 這個是今天我們在下午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整個的網路聲量 在直播當中的網路聲量 本來都是綠營的人 在看我們三里的這個電視台 我們有關心徐小欣 我們討論的好熱烈啊 藍營的人 其實原來都不太關心徐小欣 覺得徐小欣 這樣好像有點不太對 我要挺他嗎 不要挺他吧 可是你看到到昨天 突然間狂挺 為什麼 為什麼狂挺 是因為藍營的內鬥啊 因為黨主席的內鬥提前開打 呂家凱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對那個密件的事情 這樣講 徐小欣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你有委員會可以質詢 你不質詢 密件 你可以可以要求馬文君 召委 召開秘密會議 最好笑是什麼 馬文君連那是密件都不知道 居然說是誰給他的 害這個徐小欣 給他的很洩密 對 給他的叫做立法院院長 韓國瑜 好來電影律師 有幾個法律層面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有關於 現在連驗在路人的管理都沒有 不可能對不對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確是有一股戒嚴的力量 產生在巴德路四段一百年流向附近 在這附近 你要過去 你手機要壓起來 你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 我再補充一個 因為徐小欣有指控 他說警察巡逐的時候發現一名男子偷偷摸摸 一直往我家住家看過來 所以就去跟他盤查 然後去看他的FB跟IG發現 他好像也不是第一次過來了 拍了很多照片 FB跟IG全部都是我的照片 這已經違反了跟騷法 所以他提告 你知道他的FB的照片是什麼東西嗎 我找給大家看 就是那些OOTD 你聰明 我找給大家看 這個因為他後來的粉專改了 台北鬆性滋生綠滋 然後這徐小欣沒有錯 可是他重點是他OOTD 就跟你說這個伴侶多少錢 這件衣服多少錢 這雙鞋子多少錢 徐小欣那個時候 他每一天的穿搭 我們去鬧他 然後請他幫我們去 就那一陣子他 對 他幫我們去找出那些的價格 徐小欣的品位 那時候在分享徐小欣的品位 他說沒有 這個人是更瘡狂 因為他都有我的IG上面 FB上面 通通都是我的相片 這隻也能成為一個更騷的理由 這沒辦法 我要這樣子講 更騷法的第三條明文規定 是要與性跟性別有關的 不當的去追蹤 不當的 因為跟性跟性別有關 就一般來講追求 被迫出櫃了 對 我 他是男同志 沒錯 所以這個跟 徐小欣去濫用更騷法 去曲解更騷法 說這種好像去對他家有質疑的 不論是質疑他家都更利益也好 或者是是他媽不斷講說 你天井為賤都不講 都不回答 這些的質疑都是公共質疑 因為他是立法委員 所以公共質疑 這個不在跟騷法的範圍 跟騷法必須跟性跟性別有關的跟騷 所以徐小欣那邊濫用完之後 導致他那邊附近的警察 整條街搞得跟戒嚴一樣 為什麼 無良公關的講法是說 他到現場去 警察就要他拿出手機 拿出他的照片 拿出手機跟照片 這件事情連檢察官都不會做 為什麼 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他必須要去 你要搜索人家的手機 這裡面有隱私 所以你要像 拿出一定的證據資料 去說服法官合發搜索票 搜索票拿掉之後才會說 那我現在可以搜索你的手機的內容 警察看完無良公關的手機的照片 還不滿 還說那我要去看你刪除的檔案 非常荒謬 我問無良公關說 你有沒有看到警察出示搜索票 沒有 沒有搜索票 連檢察官都不會直接這樣子做的事情 警察居然在許曉心他家樓下四周 周遭跟戒嚴一樣說 我可以隨便搜索你的手機 下一個是說 要他不能離去 一車的警察來了 然後他說因為他在騎樓下 他是無法 他是害怕的 這個對於人身自由是產生限制的 他沒有 他不是現行犯 不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如果他今天是有涉及到 請他犯罪 你要出示鞠票 檢察官要發鞠票 我才能抓他 他沒有鞠票 沒有通緝 不是現行犯 警察不能限制他的自由 結果你看一下沒有搜索票 搜索他的手機 一下 我不讓你離開 我要去調監視錄影器 這個是非常荒謬的 這不是一般的犯罪的辦案 他掉那個監視畫面是為了什麼 應該是要證明說 他到底有沒有在許角欣 他這樣樓 對 他想看看那個無良公關 有沒有拍照 因為手機沒有 不是啊 就算拍照又怎麼樣 沒有違法 所以他不是現行犯 不能限制他 他看到他的袋子 是看他就是正常這樣走進來 並沒有那邊髒頭 鬼鬼碎碎 並沒有在那邊那個 然後才放他走 不是我覺得就是走路 如果你是這樣看 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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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又怎麼了 沒有違法 只要沒有違法 警察就不能騷擾 去限制人民的自由 無良公關重難走在那邊 他只是對一般的街警拍照 Google也整天在拍照 這就沒有違法 他只能不能對私人的 處所內部去拍照 你在大馬路上面拍照 整條路都監視攝影機 難道全部都違反警司權 不是這個論述 所以警察在那邊 是完全沒有法律依據 去限制無良公關的人身自由 沒有法律依據 去搜索的他的手機 這個非法搜索 這個妨礙自由 無良公關當然可以追究 警察的責任 但是另外一塊是 他可以追究徐曉星的責任 是因為徐曉星去公開指控說 那個樓下那一個 憤怒臉的那一個 好像是就是無良公關 就無良公關他的講法 如果無良公關講的是 確實他說他有不在場證明 因為是這一張 他一開始先PO了一個這一張 然後去說這個人來騷擾他 那後來大家就連結到說 是那個對樓下一直帶到晚上嗎 是這樣嗎 所以如果他去指控說 那個就是無良公關 而去報案的話 報案他其實跟騷擾 他是一年以下有去徒刑 他是有刑責的 但是無良公關如果現場不在場 他有不在場證明 他所說的是事實 我就沒有在那邊 不是你講的那個人 你還莫名其妙要告他 我們知道他們前面有一些恩怨 包括相關訴訟的事件 如果因此而告了無良公關是告了那一張 這個會變成一個誤告 誤告是虛構事實陷了於罪 他是七年以下有去徒刑 是比泄密罪還要重的犯罪 我這相拐沒料 當然無良公關我聽他的講法是說 他跟他律師在研究看看 因為他如果是真的是被告了跟騷 他人都不在現場 還被告了跟騷 然後那個時間點他就不在 有不在場證明 他當然可以說這個虛構事實陷了於罪 有誤告罪的七年以下的問題 另外是像李永平他去講說 不能上節目要黨紀處分 這已經莫名其妙 他還說到說要藍白的立委 全部把那個機密公文都拿出來 做洩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五十幾 我不要說白色配合好了 白色當然有可能配合 國民黨五十幾個立委 全部拿出來機密公文 像徐曉鑫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北檢多五十幾個案子 那個五十幾個案子 你要承辦 基層檢察官已經非常辛苦 打擊詐欺這段期間 這一兩年我同學也好 或者是以前的同梯的也好 他們在辦這些詐欺案件 辦得沒命沒理 每天在加班 六日都打卡在說辦公室 然後你國民黨還想要用洩密 多五十幾個案子進去北檢 這個洩密是不是機密文件 不是立委判斷的 在檢察機關來看 他也不是說我檢察機關判斷 是什麼 依照功能罪事 就是功能罪是什麼 行政機關 外交部 我今天據國外交上面的需求 我認為這個部分要核定機密 司法機關是給予尊重的 這個事情是尊重行政權的判斷 所以不是說我立委說 這不是機密 所以我五十幾個立委 全部都一起洩密之後 全部就沒事 不是 是要辦五十幾個 全部都有事 全部都有事 我們大家要問的時候 你要親親入全嗎 不用嘛 你看你要去哪裡 你就怕去哪裡 可是這個事情 都是徐曉欣這邊 因為他到底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去報案還是叫警察來 他們到站崗 我們不曉得 但是我們先看 這一個網友 他過去的確是跟徐曉欣 有一個官司的恩怨 他以前叫做無良公關 然後因為他當時就撿到了一個文件 就PO上網路 然後徐曉欣就說 這個是變造的 他就去用格 不然是因為他其實 他有去確認查證說 那個到底簽名 是不是徐曉欣的簽名 所以後來他是不起訴 但是兩個人就結下梁子了 那看了這一個 他後來他的粉專就改名字 叫做台北松信之生綠枝 他因為他在徐曉欣家附近 叫警察當 警察就對他有一些行為 所以他特別解釋說 你們家的門牌號碼不是我揭露的 別沒禁沒故 別知道 那再來我只是碰巧路過你家 我也沒拍照 也沒打卡 但是問題是警察可以這樣 我路過你家 就算我今天我有意而為 我去你家樓下 怎麼樣嗎 會怎麼樣嗎 是我們警察可以 沒幾分鐘的時間 然後你手機給我看 我看你有沒有拍照 有沒有什麼 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他去的時候 應該是陰暗了 現在警察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接到人報案 所以就派遠景去那看 問題是遠景去那看的時候 怎麼會剛才遇到這個 我們就回到這個叫做無良公關 對 我們就回到這個 好 第二回到 就照道理來說 警察去到那看 那條行李裡有一個人 那條行李裡走 來來去去嘛 對不對 來來去去 我們就趕到那個 警察 照道理 警察 他們也很久會去那條行李 我們兩個 外國駕駛 他說有人報案 我們怎麼知道 要問對一個 好 他現在去問到那個 無良公關 問題有人說 當然警察問說 你在這邊做什麼 照道理 警察會說先生 你在這邊做什麼 可以一般這種都是 晚上10點11點 喝酒水 我瞭解到他的時間 是晚上7點多 對啊 7點多 你如果一般我們站在哪裡 警察走來來問說 你在這邊做什麼 我沒有做什麼 好 現在警察說 這樣 可不可以 你那什麼手機 我看一看 光這個動作 就不是很適宜的 因為我不是嫌疑犯 我不是說我現場 拿手機 在搶什麼搶什麼 搶什麼 做成人的困擾 如果有人報案 指明就是我 警察 警察去應該都勸導吧 有人說你住這裡 這樣不好 你也快走 你不要再站住這裡 我搶什麼 我仲介 我仲介 照道理警察應該是勸導他說 你不要在這裡 既然有人覺得你在這裡不好 你就離開 我們一般人聽得多就對了 我們就來走 可是這個警察說 呼叫收銀 資源收銀 不是 緊支援收銀 還叫過來警察來 跟那個人也不宣為 就說要看他的手機 怎麼樣 他說手機拿給他看 他說我沒有拍 警察說 叫他把畫面切換到那個 資源回收桶 那個手機那裡 垃圾桶那邊 他說沒有 沒有才讓他走 沒有他要掉監視器 才讓他走